2009年11月3日 美国纽约地方选举揭晓 民主党候选人美籍华人刘纯毅 以压倒性优势战胜对手 当选纽约市政府审计长 成为纽约百年历史上第一位亚裔审计长 同时也成为第一个当选纽约市市级公职的华人 审计长是继市长之后排序第三的公职 掌握着审计各部门预算和经费运用的实权 发挥着协调市府运转 监督和平衡市长权利的作用 重要性不可忽视 选举结束后 根据有关民调 有90%的亚裔选民和95%的华裔选民 投票给刘纯毅 一向被法轮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刘纯毅 在这次选举中获胜 不仅是民意的胜利 也是纽约亚裔和华人的胜利 更是狠狠扇了法轮功一记耳光 拥打一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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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弃打一把 拥打一把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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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暴露了与全体华人为敌的丑恶嘴脸 刘纯毅不仅当学 而且获得90%以上的华人选票 这反映了社会各界对正义力量的支持 反映了华人对法轮功的无情唾弃 中文字幕志愿者